各位傳媒朋友好,我是中區警區眾督察刑事雷軍藍 在我旁邊的就是中區警區眾案組第一隊案件主管陳偉豐督察 以下下來我會和大家交代一下 一中一個外籍男子是非法闖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範圍 而干犯遊蕩罪案情簡報 在今年9月5號警方接獲報案指一名男子 在9月4號下午大約4點53分 踩著單車在天美道近農匯道非法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範圍 這名男子在經過13分鐘後便踩單車 在天美道近下角度出口便離去了 期間立法會工作人員嘗試截停他們,但不成功 警方在調查之後,在今天9月7號上午 在北角拘捕一名外籍男子 他事員干犯遊蕩罪 並且檢取了當時這名男子踩的單車 這名男子現在是扣留調查 案件是由中區警區眾案組第一隊跟進的 這名被捕男子是一名英國籍男子 年約大約59歲 報稱是一個自由賺稿員 警方在做出嚴正呼籲 任何人,除非授權 否則是不可以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範圍 如果有人在未經授權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範圍 他可能干犯了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入面的樓盪罪 又或者在香港法例第三百八十二章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入面的進入 或者非法進入立法會範圍的罪行 而這個罪行一經定罪,會判處即時監禁和罰款 多謝各位 好,請問哪位循環有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我跟趙美麗來了 失效先講出你的傳統機構 稍微辦 現場有哪位循環有問題 老師你好,香港人一隻 想問一下這個英國籍男子 當時他有沒有,譬如警方已經聯絡到他 他有沒有跟警方說他當時去那個目的地的時候 即是立法會綜合大樓範圍的時候 他是做甚麼的呢 那他進入的那個位置 有沒有一個標示是告訴他 這個是一個不可以進入的範圍呢 即是可能在那裡閘啊 或者是他那裡其實有個牌啊 那他逗留的時間大概是多久呢 麻煩你,Sir 首先,這名男子裡面 大概逗留了13分鐘的 那而呢,其實立法會的綜合大樓範圍 其實是有這個欄,鐵閘 是告訴公眾知,其實哪裏是範圍的 那剛才另外另一個問題呢 就問呢,有關這個男子其實是進去做甚麼的 這個呢,其實是用來調查的方案之一來的 那現在呢,確認了之後 之後呢,再可以跟大家 再,之可以再同一個 好,那還請回你的朋友的問題 好,今天的案情就好到這裏 多謝各位 是,謝謝 謝謝 謝謝